趁夜守在異常大門口 等到門一開 國民黨立委們立刻衝進去 一進到場內 又是坐在官員席 又是佔據備巡台 就是不給官員們列席 同時發放棉紗手套 黨團書記長陳韻正 還進行勤弦教育 一切就序後 藍營發動攻勢 直接推倒備巡台 備巡台倒了還不夠 再加碼拍桌拉抽屜抗議 國民黨全面發動交土戰 就是要背個行隊院長孫昌 上臺報告 綠營也不敢示弱 舉牌呼口號回擊 雙方在議場內隔空校正 我們今天國民黨昨天側夜在議場門口排隊 就是要立案在今天的討論事項裡頭 要討論近來國人關心的幾件大事 國勢如馬國民黨列出了195件大事 要求全體的立法員在這裡一起討論 党團總召柯建民 邀綱當選主席的朱立倫給個交代 無法上台的斯頓昌也向藍營喊話 我們很期望能夠讓政府做事 國民黨這樣亂 讓政府空轉 連在野的小黨都不能行使質詢的權力 相信不是人民所樂見 用亂字來形容 無法列席的蘇魁要藍營 適可而至 我們看到今天國民黨的這個 陳玉珍是帶著戰鬥籃這樣往前衝 我先請名譽解報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其實陳玉珍最近真的是 就是在國民黨裡面很搶風頭 首先929那一天 陳玉珍在這裡爬上了主席台 另外昨天9月30號 他直接搬來這張行軍床 就是要站在這個議場大門 徹夜來這個戰崗 另外就是今天早上 我們看到剛才在立法院的情形 國民黨一行人是推倒了這個備巡台 就是不要讓蘇貞昌來上台報告 而且推倒之後 這個陳玉珍還陣陣有詞 說這是蔡英文說聽不到可以翻桌的 蔡英文真的有講過這樣的話嗎 請趙明玉姐 先講啦 我覺得國民黨就是成就一個陳玉珍 因為陳玉珍他的選區是在金門 那這個地方是比較深藍的考量 可是如果國民黨是為了一個陳玉珍 要集體陪葬的話 那我覺得真的這個百年大黨 要好好的想一想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這個道理 因為就是說事實上這個國民黨為了杯葛就是為了蘇貞昌三加十一 到底是不是破口 到底要不要道歉這件事情 已經連續杯葛了三次 這是今天是第三次 昨天下午 因為我在立法院 我就看到陳玉珍就開始拿行軍床出來 坦白講了 就是說通常你去站第一個 要不然就是搶第一個質詢 要不然就是搶第一個報導 很少人看到就是我講說 我講說國民黨為什麼 我們看不懂他的戰術 你通常要杯葛一件事情 我們通常是杯葛法案 或是你要杯葛預算 譬如說之前國民黨 可能認為前瞻預算不合理 或是你要杯葛人事案 那因為呢 你可能你的人數都抵不過民進黨 那你想說好 我既然舉手投票 贏不了你 所以我乾脆就用這種杯葛的戰術 我來我來凸顯 我覺得這個預算 或是人事案的不公平 那這個大家可以看得到你的訴求 好那這樣子的杯葛 癱瘓意識我們懂 問題是今天蘇貞昭 是要上臺進行質詢的 質詢跟監督 你不是你的工作嗎 這個跟我們要黨法案 黨預算是不一樣的 坦白講 如果今天你覺得你的口才變緊 你覺得你理直氣壯 你覺得你準備的夠充勻的話 我們期待的是一個人的質詢 時間是三十分鐘 如果陳玉珍 我今天事實上 我看那個直播 陳玉珍拿著麥克風 臺下就開始一直講 一直講 因為今天國民黨最新的戰術 他們是提出一百九十五個討論案 說實在 他就知道這種意識 如果說你民進黨不同意的話 你變成表決三分鐘 三分鐘三分鐘 你一百九十五案 你可能一表下來 你整天 好幾個小時 對對對 好幾個小時 你整個一天就氣溜溜了 他就拿那個麥克風 就自己大聲公在台下講 就從那個什麼 那個意識不公 缺電 水果競銷中國 學習履歷遺失 縣市合併 我講到CPTPP 很厲害 就一可能拿麥克風一直講 我猜他如果連續斷電二十四小時 他也可以講二十四小時 好 你既然這麼會講 你為什麼不在質詢台上 你這樣子講 我們都非常期待 如果你覺得你理直氣壯 站得住腳的話 你就在質詢台上 你就逼得蘇貞昌 啞口無言 逼得你讓他道歉 甚至你用三十分鐘 你可以一直罵他 一直罵他 因為你覺得你理直氣壯 我們期待是這樣子的 一個在野黨 你講出道理來 那你今天很奇怪 你今天就是你叫 而且這個事情 是你請蘇貞昌來 因為你要三加十一的報告 這是你們要求的 你要他來 然後他來了 然後全部的官員都坐在那邊哭作 然後就在那邊浪費時間空轉 然後你又不讓他上台 我就不懂國民黨 你到底是在幹什麼 甚至還把這個桌子 我記得蔡總統的原文 應該是說 如果你有什麼聽不到的話 你是可以拍桌子 不是叫你翻桌 翻桌你看那個桌子壞了 你連些公帑 上次那個丟那張的事情 他們那個錢都還沒賠 那現在是不是越積越多 再多不醜 是不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認為 就是說這一次的事情 我真心認為 就是說國民黨 你已經變不出把戲來了 你真的就是還是回歸異常 因為畢竟人家都說 你們是薪水小偷了 今天該輪到你質詢 你就好好質詢 你們黨裡面有非常多口才便吉 然後覺得很認真 用功在準備的人 講萬安啊 對不對 那還有小黨人家也想要質詢 今天蔡壁如 他們都沒有辦法 人家都有準備的 是 所以就你不要 這個就用你們這種很粗暴的伎倆 就黨人家是有備而來準備 真正認真用功的立委 反而被埋沒了 我會覺得說國民黨真的可惜了 國民黨這樣子一直杯葛 一直搗亂議會 有沒有請教這個紅綠委員 在立法院所看到的情況 因為剛才有聽到這個柯建民 柯總召他出來說朱立倫應該回應一下 不過我們看到朱立倫 其實他昨天在評論 這個陳玉珍的表現 他怎麼說 陳玉珍很厲害 非常棒 非常勇猛 這就是在野黨應該有的態度 所以難道現在在朱立倫心目中 金門戰神 陳玉珍 現在變成國民黨的典範了嗎 請教委員 我是不懂朱立倫 他從哪個角度去看 如果說一個不講理 一個不照議事規則 一個會自走 會暴走的一個人 這叫做國民黨的典範 哇 那國民黨你好棒棒 國民黨你以後就是要這樣嗎 你街頭抗爭的路線 你也不敢走 你就是在立法院耍脾氣 像馬戲團這樣子來做 這樣就是國民黨應有的態度 我真的不認為 各位大家看一下 這幾天的所有的這樣抗爭 你們國民黨你們知道哪個立法委員是誰 就只有一個陳玉珍 對不對 然後好像全台灣的立法院 就是只有陳玉珍 對不對 那他就在這邊演個人秀 然後國民黨的人全黨支持 他當做一個個人秀 都他帶頭的 對啊 而且他就是不按牌理出牌 也不照議事規則 然後也不講道理什麼都沒有 然後他是一個女生嘛 大家也不好意思對他太怎麼樣 但是呢 就變成他一個個人秀 這個馬戲團裡面的個人秀就是他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的黨團 我也覺得很奇怪 也願意配合他這樣子 就像剛剛明玉姐講的 成就了一個陳玉珍 然後陪葬了整個國民黨 我跟你講 我不認為全台灣的人會支持國民黨這樣子去做 我跟你講陳玉珍他是為了他要選金門縣長 他當然一直表現 他在這邊每天表現比他去金門跑突 那個效果還來得大 但你國民黨就會被人家定位一個 你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政黨 為什麼說不負責任的政黨 來 我們來說 今天國民黨你的目標是在哪裡 你的策略在哪裡 你如果說你今天要紋鬥 你提了195案的案子 我想請問一下 會議都還沒開始 國民黨你們自己就拿著麥克風 自己在那邊對空質詢 自己在演講 然後有 新聞媒體有報導 你達到你的效果了 但如果你真的要紋鬥 我想請問一下 他把背巡台把它翻倒是什麼意思 你如果要紋鬥 你幹嘛把背巡台翻倒 紋鬥就是大家來表決 我們民進黨也要配合你來 表決到12點又不是沒有的事 常常都這樣 但你看 國民黨自己說要紋鬥 然後自己又把背巡台給翻掉了 我不懂 你們的紋鬥就是這樣嗎 對不對 先不要說你之前的錢都還沒有賠 我想請問一下 你跟全國人民說紋鬥 結果你又把它這樣翻倒 你到底是要紋鬥還是要耍賴 還是要在那邊求表演 這是第一個 看不懂國民黨在做什麼 那第二個 如果你的所有的人 你願意要紋鬥你們黨團有共識 我不懂 你把官員的背巡台 官員做的位置 你全部都佔了 你就是不讓官員進來啊 你還要騙全台灣的人說我今天要紋鬥 大家看那個畫面 你看現在這個畫面 他們全部把官員的位置都佔了 那官員怎麼進來 你們根本就不想讓官員進來嘛 所以你們的紋鬥是騙人的 你們 國民黨就是要擾亂所有的意識 讓他希望執政黨一事無成 他希望每天就是要亂 然後執政黨也不用上台報告 不用上台背巡 反正他就是要這樣子 為什麼呢 我認為國民黨被深藍綁架了 他們的主席也剛選完 你看這個又紅桶啊 又什麼的 你看 那而且他們現在 如果不表演這樣的話 他們對深藍也沒辦法交代 然後呢 所以朱立倫呢 當然會說哇 陳玉珍非常棒 非常強 縱觀就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 他現在在台灣 他已經不走街頭路線 也不走議會路線 他就一個路線亂 把台灣弄亂對他是最好的 就是這樣子而已 而且你看喔 我們在現場看 其實很多國民黨的一些委員 也都是站在旁邊看而已 完全都沒有 都只有幾個人的個人秀而已 那他們 我認為很多的國民黨的立委 也不認為這種路線 這種做法是對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國民黨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裡面 他只會繼續這樣子走極端 走極端 然後表演給深藍的支持者看 那另外也要表演給共產黨看嘛 不然共產黨 怎麼可能會再繼續支持你 國民黨在台灣當代言人 而且我認為就是說 陳玉珍講了一句話非常不對 他說就是因為執政黨這樣子 有不負責任 所以我要革命 他把他所有的作為 我剛剛說他來亂的 他把他的作為變成要革命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台灣追求自由民主幾十年了 你們國民黨竟然是要革命 不走民主的路線 這就是你朱立倫說 陳玉珍非常棒非常勇猛 你們就是要來革命 你們不為台灣的民主盡一份心力 你現在是要號召人民來革命 這是一個民主社會 這是一個你說你是一個民主政黨 該做的一件事嗎 你陳玉珍說的這件事情 而且你是國民黨黨團的書記長 也是你們黨團的幹部 結果你的主席竟然沒有講話 我跟你講改天他們會說 因為國民黨這幾天沒有主席 國民黨這幾天真的沒有主席 對不對 江啟臣已經辭職了 新的主席又還沒有就任 覺得現在空窗期就對了 空窗期誰來亂 到時候國民黨就一句話 我們國民黨那時候也沒有主席 所以讓你們盡量亂 那個國民黨我也不用負責 對不對 就你的立法院黨團 你去負責 有這樣子嗎 對不對 我覺得不要再騙臺灣人民了 臺灣人民沒有這麼笨 真的民眾真的看不下去 國民黨已經三度讓整個意識癱瘓 整個立法院都空轉了 這真的也是浪費納稅人民的錢 而且剛才大家有講 今天是把這個被巡台NN的 上次是丟豬內臟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當時這個初步估算說要賠四十幾萬 但現在錢都還沒有賠償 今天又把這個桌子翻倒 這一條不知道什麼時候 要來跟國民黨算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我們要繼續來看的是 當國民黨一直不斷在搗亂國會的時候 中國又出奧波在打壓我們台灣了 我們的選手遠赴賽普勒斯去參加潛水比賽 可是中國卻施壓主辦單位 硬是要把我們的國旗給撤掉 不過好在我們的這個日本好朋友 真的很有意氣馬上挺身而出 幫我們來講話 最後聯合了美國 德國等等十個國家 主動要求說大家一起 國旗都不要上了 一起來陪台灣 我們稍微回來 一起來看